而不是那一刻 照星空了 雨还下着风静止了 我给你的微笑 假装这并不深刻 若不是我心里 非要记得 我也有关注到 大家对前女友 分分合合的这个事情 很感兴趣 因为已经分开很久了 所以我觉得 打一些也无所谓 可能这最后是我一部分 失败的原因 那我有学到 但是我觉得坦诚 在我这边是没有犯错的 有一点点遗憾 就没有可以牵手 但我觉得心态上来讲 这次对我来说 是一个升华吧 我是期待 能进入一段感情的 再成熟成熟 再遇到那个另一半 我觉得没有问题的 对了 主要还是比较年轻 也希望她以后的恋爱 能够顺利 切 切